想提問一下 後面的妹妹有聽過這首歌嗎? 沒聽過 第二個問題,好聽嗎? 第三個問題,會不會很老? 那就對了 編曲比較輕對不對 其實這些編曲還蠻費勁 大概用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其實兩個月做一張專輯算是快 但很痛苦,這過程很漫長 當然篩歌,選歌,選了一大堆 然後還要自己聽過的,會唱的 然後再進行編曲,再錄音,再混音 後來包括這張專輯的封列設計 也要自己搞定,快瘋掉了 整個一張專輯就是完全一個人 當然有一個人幫了忙 突凱傑幫我拍照 這是其中的一張照片 但是突凱傑在這裡要感謝他幫忙 同時給他的建議,該換照相機了 開玩笑,希望他多多賺錢 他一定要多多賺錢才會換照相機 因為這些歌其實有很多人 這首專題裡面有很多歌都是可能 在我聽到的是劉文正賢神唱的 唱到內地區,然後我們聽到 當然有很多是在台灣本土 有很多,不是他首唱的 但是是他唱紅的歌曲 在我的印象裡都是他的歌曲 所以會選這些歌 包括下面這首歌也是 其實作者也有唱的 很多人都唱的 包括這首歌在 內地的春節聯環晚會的第一次 也是由內地的一個歌手叫 陳芳元他唱的 他聽到以後就會覺得 歌還不錯 後來一查是誰誰誰唱的 劉文正也唱過 所以我之前有唱過這首歌 所以還是把它放在 任章機裡面 同年